那这个尽管不是过去的这个回忆当中 我们还是问问这个导哥 您对419的这个最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最印象深刻是郭县那个一回头吧 这个是印象深刻 而且是很长时间挥之不去的那种感觉 我相信很多的战友也是有这种感受 然后我也了解了很多的这个国内的体制内的 很多的这个支持者吧 就是或者说不一定是战友 就是我们心中的梁波拉革命的支持者 就那一幕也给了他们很大的这个触动 当然我相信了解郭县跟郭县过去有很长时间接触的 不是说这个不是说这个印象很深刻 而是据我了解是很多人根本无法接受 因为郭县在过去的他的经历当中 跟很多人这个相处了很多年的 是了解郭县过去的整个的这个历程 就在那一刻的时候是很多人是没法接受的 对 所以说对我来说 我的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一幕 对很多战友我相信也是这样 你呢 我我在就是这个事也是很诚实的跟大家说 17年4月19号的时候我是没有看直播的 因为当时我还是在上学 我跟报道革命的结缘是晚于419的 但是那个事件发生之后呢 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长辈 不管是海外的长辈还是在国内的这个长辈 他们就开始陆陆续续的会问我 有没有看过郭先生的这个视频 所以逐渐的这个郭先生的这个名字就到我的这个生活当中来了 那到后来我在看这个419的时候 其实是其实是这个直播 他对我的对419的那个理解是不一样的 当时郭先生说这个4月16号就419的前夕有一个专案组的人给他打电话 然后这个就是视频是跟这个起嫂子在吃饭 但是没有说话 然后那一个当时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如此一个泯灭人性的一个环境里面 但是同样有很多的中国人 他是尚有一丝的这个良知的 他也知道他给郭先生打电话 他会冒着一个多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风险 然后告诉郭先生说啊 这个专案组已经下命令了 这一定是会要抓你的这个家人的 然后等等等等 然后包括郭先生后来说这个工晓下的这个假暴啊 然后国内的这个下面片上面对吧 下面吓唬上面 然后说这个 然后上面就是啊一定会完蛋的一定会完蛋的 然后把郭先生变成到逼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但我一直都相信郭先生说一个话就是 他一生就是信奉遇难沉降 就是困难就是挑战 困难就是机会 然后我觉得315多大的挑战 就代表新中国联邦会有多大的机会 会代表我们战友可以成长到多高的一个世界上的一个高度 我们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我觉得419就是证明这件事情 新中国联邦可以走过一个又一个的419 也会经历一次又一次像315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挑战 也一定都会度过去 对前两天我看那个文耀给我转了一个信息 他后来可能也发了盖文 那时候我们墙内的有个战友 就因为传播爆料革命被关了两年多刚刚放出来 他现在的唯一的希望就是七个出来 然后尽快地灭共 他自己的工作也没有了 据说过去的工作也非常好 那我们就对比我就当时想到我们对比我们咱们这一些身在海外 甚至在自由当中有这个自由发声的或者说可以露脸去直播的这些战友 我们是多幸运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些苦也好 或者说有可能的这个诉讼也好 各方面对比在墙内的战友的面临那种处境 我们是多幸运的 所以我们想想体制内的战友 墙内的战友 甚至过去我们也有看到这个失去生命的体制内的这些支持者 我们多幸运 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第一团结 第二个大家要行动要去灭共 而不是动不动去真正吵吵 为了这个这个够能利益 够能的名利 或者说甚至出风头 我们去这个互相去攻击内动 这都是要不得的 我们现在唯一的要做的就是团结 就是灭共 不灭共 我们什么都没有 是吧 我们只有灭了共了 咱们什么都会有 国宪也会自由 我们所有的人也都会自由 不管是自由去中共国 还是说我们自由发生的这个权利 对吧 所以说大家记住 这个灭共是我们的最重要的这个工作 哪怕是郭先生出来以后我们的工作还是灭共 还是要灭共 还是要行动 对 好 对这个郭先生原来说 大家不要让国内的这个战友失望 不要让他们伤心 因为他们也为报道革命 为新中国联邦在这个隐秘的这个战线里面 在背后我们看不到的台前看不到的这个战场里面做了非常大的努力 和这个工作 所以也是需要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要像当年那个给郭先生这个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个党内的战友致敬 也要向所有的这个党内的战友表达我们作为台前的战友的这样的一个尊敬 和这个最崇高的这样的一种感激 对 好的 最后是还有这个健身大赛 大家别忘了 这个 据说这个礼拜六就开始了 大家积极参与的同时 我听说有些战友可能没有及时看信息回复 所以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报名了 你要看一下你的回 填写的回复的这个联系方式 有可能主委会在联系你 确认时间啊 或者说这个确认连线的方式等等的 所以大家要及时回复 然后更希望更多的战友能参与其中 健身大赛呢 健身健心 然后也锻炼我们的那个耐力 是吧 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耐心 更多的耐力 去参与到这个报道革命里面 所以积极参与 我也参与 我们期待看导哥的这个颠球的这个海选 好 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好 其他的没有了 联盟凡一切正常 然后大家这个不用担心 只要我做我们自己能做的 该做的事情 大家团结一致去灭共 去做我们灭共的这个工作 协助农场 协助联盟 去一起去这个参与各个义工 然后我们就一定的胜利 好 感谢战友们今天这个C19特辑是非常快速的 但是相信这一天一定会给大家很多的这个感受 我们会走过一个又一个的挑战 也会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